基隆市議員林敏勳在總質詢時持續疾呼 市政府應該改建現有暖暖區公所 成為新的暖暖區行政大樓 也改善停車空間不足的問題 暖暖區行政中心我們的規劃進度報告 那因為去年其實有編列一條180萬的委託評估規劃案 那我想問一下市長這邊是不是現在目前規劃案的進度 向我們市民來報告一下 基隆市長謝國良大巡使表示 會規劃利用都更的方式來推動 我們今年有設都更辦公室的預算 那現在正送進來議會正在審議當中 那一旦這個報告預算通過後 我們第一批派出來的人力 就是會針對我們這個暖暖區行政中心 因為你知道暖暖區行政中心旁邊 都有一些其他的民間跟政府持有的一些住戶跟民宅 我們基本上還是認為說一個區域來做一個都更 比單一的建物來進行重建 我想它的效益可能會更高一些 那很抱歉在這個上面這一年來可以這樣講 就是沒有很明顯的進度 但是方向是有的 所以這個方向就是說 我們在有了這個都更團隊以後 我們會很積極的去整合周邊 另外林敏勳提出 殯葬所應該要持續協助大體路練時 擺好庫錢和蓮花的服務 相信市長的好感度會更高 我真的講死者偉大 大家最傷心的時候就是在幫這個 我們的親人或是家屬來做一個告別 那這個其實死者偉大的這個服務 我覺得其實應該要更落實 這樣才會讓市長您對於整個市政推動下 然後讓民眾對於你的觀感度會更加提高 剛才張可惠議員其實有提到 你這四個北北七桃市縣市的這個看好度 跟這個好感度是最高的 那如果這一項殯葬所的業務能夠再補足 我相信你的看好度應該會更好 好 我想您既然有這樣子的一個期許 我想我們盡量來思考 用比較能夠省人力跟有效率 意思就是說達到這個目的 但是還是比較精簡不要亂花政府的人力的情況下來 達到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因為它入庫就是做一些那個大體的一個調整跟搬運 這個部分如果我們把人力鎖定專門來做這個 應該也不會用到太多人 是啊 我希望說我們硬體跟軟體都可以同步升級 我們好的服務我們本來就是獨步 獨步全台的這個殯葬所的這個服務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把它取消掉 然後該有的硬體服務 該有的門面的清潔環境沒有用好之外呢 反而還把原有的服務取消掉 那你這樣會讓人家覺得我們平常手到底在幹什麼 對此市長謝國良表示這個服務會儘量來完成 就是說您講的這個服務我們儘量來把它完成 然後甚至這個環境我們也好好去 這個請這個處長開個專案會議 然後在我辦公室我也會參加 我們來思考好好把這個環境一起改善 因為這個是您的期許我們也非常重視好不好 是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特別請市長到貝群台來 這個相當對不管是對市政或是對市長本身您 都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這個這一項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做一個處理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